同样一款产品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是一毛钱一毛钱的赚 欧美日韩十块钱十块钱的赚 现在有了新赛道 建立品牌当然要从上往下打 先占领全球消费者心智 我们最好最贵的产品定价 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还是相当谨慎的 再说一遍 最多还是元汽车强国的 豪华车中油定价 连奢华品牌的门槛保时捷 都没有对标 网络上这些天流传这么一张图 说现在国产电动车卖太贵了 铁子们再不努力 以后只能开奔驰1 宝马5 奥迪6了 部分人看到新上市的中国电动车价格 就抱怨国产电动车卖的太贵 没有汇集平民 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贵 他们也不爱听 仿佛国产电动车就不该这么贵 跟他们讲半天 盯又盯不懂 学又学不费 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目前国产电动车是十万到百万出头全覆盖 要买便宜的有海鸥 小蚂蚁 继合役 元Pro等 十几万的有 深蓝SL03 欧拉好猫 AIS 比亚迪琴等 跑滴滴接小孩 日常代步 抗操耐用 便宜电动车一直存在 没人拦着你买啊 根本不存在国产电动车太贵 这个唯一选项 说国产电动车贵 是抱怨最近新上市的问界M9 理想麦 腾式D9四座版 长城坦克700 未来ET9 仰望U8轨 贵不贵是比出来的 新出这些电动旗舰车 三四十万级别 就在续航配置空间 智能能耗 充电效率 性能 各方面都碾压保时捷 而Taycan的价格 是89到183万 三四十万 就能给到这个行业 接近顶级的产品体验了 能压着别人 一百万的产品打 怎么就贵了 目前号称1000万以内最好的SUV 问界M9 其价格区间也只在47到60万元 如果换一个迈巴赫的标 以这辆车现在演示的输性度 能给你干到300万以上 比亚迪的仰望U8 越野性能当势无双 能原地掉头 能浮水 现在卖110万 而大J这种古典车 起步价都150万了 换个奔驰标 U8也是300万起步 中国各汽车公司最近推出的都是旗舰车型 旗舰代表品牌上线 像问界M9 现在跨入的价格带属于豪华车中油 还远没有到高级豪华车 奔驰S级宝马7系的价格区间 更别提跟轻舌级别的保时捷对标 可以说定价定的小心翼翼 生怕民众不买单 极客007也是 充电15分钟 续航610公里 百公里加速2.84秒 以前法拉利488才有的变态加速 007只要23万起 还有什么四行车 不 还有什么保时捷啊 对了 法拉利488要450万起步 购买近20台007了 我们现在还有像科幻作品一样 漂亮的阿维塔12 30万起步 全面智能化领先全球的智介S7 25万起步 在中国新能源车都在创造 把你从家拉到公司 再从公司拉到家的全智能世界时 丰田亚洲龙还在推出真皮座椅 真皮挡把 真皮方向盘 前排座椅电动可调 后排座椅电动放倒 五大杀手锏 一上来就先做低端 就要吃尽苦头 这是非常简单的新品牌创立原则 可就是有人不明白 我以前是在企业干品牌企划的 2005到2008年做企划专员 2009年做企划部经理 2010年做电商去了 我们那时候去商场谈判 那年头商场扣点是销售额的 20%到28%左右 好位置得求着招商经理给我们 而一楼最最黄金的位置 通常是欧美国际大品牌 招商经理告诉我们 那些商铺是他们求着品牌方入住的 不要一毛钱费用 甚至有些商场会给他们出装修费 商场是把这些高端品牌当作形象店用 招来其他商家入住 然后再收割我们这些国内普通品牌 国内品牌累死累祸挣钱 承受巨大生存压力 动不动就要关谱 欧美品牌则被人用轿子抬进商场 千哄万宠地求人家不要走 做中高端品牌 有着太多看不到的隐形福利 是苦逼兮兮的低端品牌 根本不知情的 任何品牌发展路径 都是从上往下翼 从下往上南 如果我是保时鞋 我推价格低一点那么看 就能在利润上吊打奥迪Q5 留下长足利润空间 消费者也愿意买单 还能卖得特别好 这样老板赚钱爽 就会多发年终奖给员工 员工也爽 利润足够高 大家一年只要干八个月 剩下四个月 要么冲浪要么滑雪 如果我是从F3起家的比亚迪 那得忍受网络上 长达几十年的嘲讽 一点一点积累资金和技术 才能无比艰难地说服消费者 买比亚迪二十万以上的车 而且技术和产能都全球领先了 卖到三十万网上 还是得建立新品牌 三十到六十万区间得用腾室 一百万以上得用仰望 不仅仅比亚迪 小米也是从下往上打 2011年 1999元起步 那年苹果4S 售价5000元起步 小米这些年打得要死要活 至今很难占领高端机市场 12年过去了 小米14 才终于卖到了 3999元 苹果则涨到了 5999元 国产品牌在建立过程中 吃过很多这种辛苦和委屈 天天被别人指着鼻子屌屌屌屌的叫 只有华为手机端在消费市场做到高端 那是因为华为原先在通讯端做高利润产品 累积了大量现金 请得起国内最好的工程师 我记得2015年左右 我在深圳的淘宝3C公司开会时 那时小米风头正进 但开会的所有人都认为华为必超小米 很简单 华为的优秀工程师比小米多 他给得起钱 同样的岗位 华为工资就是要高不少 吸引了最顶尖的人才进入华为 后来看锤子手机时 我当时的直觉就是不怪罗永浩不努力 而是请不到业内足够数量的顶级的工程师 我好几个亲友买过锤子 各种小毛病闹得很是心烦 我倒是认为 华为M9现在这种售价 说明我们还没有做保时机这种轻车品牌的规划 还在尝试性进攻 大家别以为电车只想卖贵车 因为汽车最赚钱卖得最好的 全球都在12到23万价格区间 中国新能源车最后的目标 一定是在这个价格段里的车里 全球大量出货 但汽车品牌都是几百亿砸下来 各个想做百年品牌的 因此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都是以长期战略来对待这件事 不是冲着眼前来布局的 说简单的 现在卖的贵是为了将来卖的便宜 其实玩品牌的方法大家都懂 这个不复杂的 是营销学的基础知识 特斯拉也是先出100万以上的车 再慢慢出20万30万的炮链款 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玩 而是以前没有新赛道 我们只能从下往上打 只有新赛道出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从上往下打 这种事我在珠三角工作时 经历太多太多了 服装化妆品燃油车 甚至家具瓷器螺丝刀 别人都是从上往下打我们 还用专利封死我们前进的台阶 同样一款产品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是一毛钱一毛钱的赚 欧美日韩十块钱十块钱的赚 现在有了新赛道 建立品牌 当然要从上往下打 先占领全球消费者心智 我们最好最贵的产品定价 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还是相当谨慎的 再说一遍 最多还是元汽车强国的 豪华车中油定价 连奢华品牌的门槛保时捷 都没有对标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 我去把我预定的腾式N7 从4S店拉回来了 我开车14年 什么车都试驾过 腾式N7开启了跟保时捷 马看真没什么差别 而N7明显在智能性方面 全面碾压马看 到2024年3月 城市道路都能全面置驾了 后期维护费用也低得多得多 而这两台车 N7才30万出头 马看要60万上下 你们别听我瞎吹 去开开实车吧 试驾不用钱 把我这篇文章介绍过的极客007 华为M9 阿维塔12 质界S7 腾式N7 都是一试 看看比日本车 德国车 已经领先了多少吧 再用他们的价格 对比一下德国车 日本车的价格 就知道 他们到底贵不贵了 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良心价 真的是良心价 你要嫌贵 买琴啊 十万左右 皮糙肉厚 有的是选择 向下有容量 向上有空间 这才是中国车 该有的样子 我还等着中国汽车品牌 将来对标一下保时捷 然后还有机会 对标一下宾利和劳斯莱斯 你买不买是一回事 大不了不买嘛 车企能不能搞出来 是另一回事 洋人可以贵 凭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贵 将来我们也要把我们最好的车 卖到德国 法国 美国去 每部车 还得加价一百万 吊起来卖 只要我们的品质 对得起价格 我们定什么价 那都是 我们的本事